现在我们已经打开了设备的外包装 打开之后我们去根据合同 以及设备的安装图 去核对一下设备的信息名牌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主罗杆的电机名牌 在这里 上面有它的功率 转速 千瓦 电压 以及各种型号参数 现在是主机方面加热圈的功率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电压是230V 加热功率是11千瓦 根据实际名牌的参数 与图纸合同进行核对 在我们拿掉设备的包装以后 也要去检查一点 就是设备整体的螺丝有无固定 这是加热圈部分 尤其是风机部分 因为它在运输过程中 长期运输 如果出现松动 要第一时间去检查 然后把它紧固 在这个位置 有个主机真空口 拿掉以后你会发现 有一个真空表 这个位置要着重去看一下 因为它在运输或者是拆卸过程中 可能不小心会碰到 所以你要来确定它是否破碎 如果有的话 及时联系我们公司 现在我们摆放主机的中心线位置 首先用卷尺测量整个主机的长度 找到中心在40的位置 这里是主机的末端 它的中心点位置也同样在40 现在我们来测 换网器这个位置的最终中心点 找到这个圆的直径 在160 中心点在80的位置 一根中垂线下来 测量它最终的中心线 这个是最终的基准点 整个主机前后的中心线位置 最终确定好之后 现在我们要把水平仪 放在减速箱上 因为减速箱是一个基准点 先横向放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水珠在正中间位置 代表它的位置是水平 横向调节完成之后 现在把水平仪放在 减速箱的另一侧 也是观察这个位置 水珠在正中间位置 代表它的水平不需要调节 如果是现在这种情况 你发现水平仪的水珠 不在中间位置 那么我们就需要 螺丝 放在螺纹孔里 进行调节 旋转 这种情况 可以调节主机的高低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主机的两侧 都有这种调节螺丝孔 一共也调节主机水平 在研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